我們覺得線條不錯就好了 她們要的是 其實線條不見得會判斷 那肉質真的比較重要 對 因為說女生走路 如果真的腿完全沒有一點點 肌肉它只能晃那種 不可以這樣子鬆鬆的晃 太鬆 鬆鬆的晃 可是我告訴你 你去美國看一下 那種晃晃的腿多少 對 對 超多 那種就不行 所以現在那個美國很流行運動 像那個我的兩個妹妹 現在在美國 其實她們所有的同學 都是瘋運動 高中現在運動就是流行 以前可能是要偷偷泡外面 喝酒幹嘛的 現在就是要去健身 我跟你講 她們看過這一集 她們買絲襪就好 不用運動 也是要啦 這是台灣人的小撇步 肌肉腿 肌肉腿更重要 就是看他穿什麼 肌肉腿穿這樣 你有比較喜歡他的腿嗎 就比較結實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 形狀會比較對 在乎肉質 你看 慢慢台灣人 其實小小魚這雙我覺得最厲害 是因為我們先從大腿來看 因為他大腿的那個不規則的那種 像藤蔓一樣的形狀 就會讓他原來大腿圓形 被破壞掉 對 然後側邊的藤蔓又把他的小腿 往內縮 看起來就會推比較細 我覺得他後面看也很厲害 然後最重要是 他從後面看小腿整個細 會讓他的腳脖子 就是腳踝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 你轉一圈 轉一圈 他北面差很多 你看 他那個這樣可能也太細了吧 其實後面的腳踝也是 因為那個線條是 往下之中 對 後面腳踝也是一個收進來的視覺 不像肌肉腿那種很嚴重 因為他整個就是很好 沒有 這個完全就是 既可以自欺又可以欺人這樣 沒有 我之前看到這種 你就是趕快買十雙 因為不一定會再粗 對 有一些圖案其實穿起來是更胖的 就是小腿度會更大 然後我其實通常看到那一種 我都不太敢買 通常只要有線條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那種直線條 我就想說 可以當Shadow的感覺 結果我穿出來根本不是直線條 是閃遍的 其實我就覺得私房話應該辦一個 就是說我不適合的 對 就我會答應很多 就是那天我跟樂爺學的 他說 美金歐元跟台幣都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所以對你也許 你在台灣花不到歐元 歐元就要轉出去嘛 對不對 那這些衣服 這些飾品 都是我們搭出花錢買的 而且你看我的衣服 這個那麼好看 就應該可以大家轉出去說 你適合什麼 然後我不適合的給你 看這個小腿魚穿就很適合 然後我穿就 好像穿那個上衣一樣 對 這是我的洋裝耶 可是這是你的上衣而已 我穿起來會變上衣 真的耶 可是這件很好看 真的 好美喔 這適合我這個身高 因為妳的腿剛好最粗的地方露出來 會露出來 我覺得不好 還要長一點 對 我可能會好一點 我可能會好一點 你真想要拿顏值的衣服 原來如此 不是啦 妳真的會露出腿最 就大腿根部的地方 大腿根部最短的 其實我這邊要稍微寬一點衣服 我穿都短了 我穿的話要再放 對 那沒得放了 這件應該就只是上衣了啦 而且真的其實我們在講服裝搭配 告訴你這個要再放 沒得放了 沒得放了啦 你要接部放 這個太短 這真的太短 接一塊黑布 有需要這麼搞缸嗎 這樣比較辣啦 其實就算了吧 就算了 對啊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女生 都會想要買褲襪來 讓妳整體的造型看起來更有女人味 可是呢 妳在選褲襪的時候跟穿搭有關係 不是只是 比如像小小魚現在腿上這一雙 你想想看 試想如果上衣是一件繃帶裝 那有多麼可怕 對 不搭到一個 會很可怕 好花俏 但是妳看我幫她搭一個比較運動的 然後比較中性一點點 甚至有點俏皮 這樣去凸顯她的褲襪那種 很華麗的感覺 妳就會平衡回來 變時尚 對 不是啦 搭褲襪搭繃帶裝就真的 麻痺 真的 而且又這一個是比較豔麗的 襪子的感覺 對 好 請回座 成功 成功 OK 這件事出乎意料之外 原本最棘手的改造對象 張歆瑜 在李明川以及Mandy老師的聯手幫助下 既能有如此大的改變 而利用正確的單品 加上絲襪 真的能有效地將腿部的線條 變得更加修長 這一次的改造 只能說太成功了 剛看小小魚穿絲襪 我就快要崩潰了 很好看 她一直都這樣穿 所以她是不怕多破的嗎 所以我才問妳說 妳最貴穿過多貴的絲襪 其實我還滿常 那種破襪子的 妳四襪活多久 如果是一雙才一百多的 我真的只能穿一兩次 真的 可是穿其實有技巧 其實妳有一個美感 有一個褲子 但是我知道那個要穿的時候 其實 因為現在很多女生做指甲 不是很多飾品 然後妳在 把那個褲蛙捲起來的時候 妳就用拳頭 就飾品收掉 然後拳頭 然後去把那個褲蛙 套到最底 然後挖成一坨之後 再從底下慢慢穿上來 就勾到 對 嚴謹講的 這個也是正確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呢 它會讓妳比較容易 把這個襪子撐開來 形狀撐開來 對 然後比較不會說 圖案弄反了 因為妳從上到下順下去 然後最後再從腳尖 其實這個也要跟妳們男生講 妳不要那麼粗魯 襪子很貴 不要失破就對了 不要失破 好的絲襪很貴 對 所以妳要幹嘛的時候 先問一下 今天這箱多少 妳知道 妳知道嗎 要不然妳很嘲惱 要不然妳還是掃興 有沒有 而且我要提醒女生 就是如果妳是 所以男生也要提妳絲襪 妳是選那個有圖案的絲襪 妳穿完真的一定要對著鏡子 整理一下 把那個圖案稍微整理一下 我看過太多路上的女生 那個比如網襪 明明是規則的格子 它會這樣子變成一個旋轉的一個 摩天大樓的感覺 所以就是妳真的要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妳的這個紋路 是不是在對的位置 那正確的洗涤跟保養是什麼 其實像我們的絲襪 我們在洗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把它 是用一般常溫的水 然後用中性洗涤劑 然後稍微的去搓洗就好了 然後我們洗完的時候呢 要用這個大的毛巾 把它吸乾 乾的毛巾把它吸乾 不能夠用脫水的 然後如果你濕濕的掉的話更慘 你洗了一次之後就變大尺碼 因為你濕濕的掉之後 它的那個水分 完全不行 把它拉鬆了 所以建議 一穿就鬆了 對 建議就是說 一定要用那個毛巾把它壓乾 然後平的放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很平衡 淒淨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來 妳叫 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